你拿着干嘛呢 我说一下它的来源 这个我是在真楼主的这个房间里 因为我多次进出 我也看了它的说明 我了解它的用处 然后我有一些想法 但是我拿的时候 我还没有想太好 所以我拿走它之后 以备不时之需 还有事 破提卡 你可以走破提 我当然有破提卡了 破提卡不是很正常吗 来 助理 来 搜 不会是 车票 去城10点55到11点05 返城11点25到11点35 就是他去给你看病的那个 对 就只能证明你们去医院的时间吗 就是10点55之后 我们就没有在公寓了 11点35才回来 那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你突然情绪来了这件事情 还有证据吗 因为我怀疑 你其实并不是情绪两个咋吧 你就是想砸的 这个有没有 这个有没有 这个 啥呀 啥呀 你怎么可以这么问呢 你们用证据说话 你们这么问 不是 我觉得你就是想让他不知道你当时是什么情况 所以就只能借题发挥 你就是到点了 我有一个想法 你又干啥去了 我问一个想法 你又干啥去了 闻闻 闻品含有微物质的 黄色液体吗 就是它 这就是那个微物质 下面 因为这颜色一样 闻着味道也一样 你这个 这个好像很好找的样子 我不敢开这个 我来 锤子来了 来 也是谁 别 你们怎么开始用暴力了 我这是一个高科技的房间 你们能不能尊重一下 现在我们要打开这个东西吧 这个需要一个密码才能打开 对不对 我这是一个高科技的房间 高科技的房间 高科技的房间 我们要一起大声对他喊 什么是快乐星球 自己开了 什么是快乐星球 打不开是吗 是不是语气不对 什么 什么 是快乐星球 打不开 是不是冲这个球喊 什么 什么 是快乐星球 浴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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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输入鱼密码 输入你的密码 快 快点 快点 什么是快乐星球 看起来超聪明的 现在 密码正确 快快 每天工作好累 好想好想谈恋爱 在这个城市里 会有我的爱情吗 这个叫Fly的男孩好特别 他竟然认出了我最喜欢的蓝色多脑蝎蝶 这么小众的蝴蝶他也知道 难道这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吗 这不会就是我吧 你 你是Fly Fly 不是餐饮的意思吗 辛苦了 辛苦了 要注意身体 还是吃饭哦 聊着聊着 我好像爱上了这个Fly男孩 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关心过我 我们约定要把第一次见面 留到他回国那天 他会不会也喜欢我呢 最近Fly都不理我了 他突然消失了 看来他真的不喜欢我吧 既然这样 那就别再见了 未点击 在国外留学的第四年 我爱上了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女孩 一段由蝴蝶开启的跨国网恋开始了 我开始学习各种关于蝴蝶的歌曲 都太开心了 怎么也飞不出 还不如护许原来 我们很有默契的约定 把第一次见面 留在了我回国的那天 我的蝴蝶女孩究竟长什么样子呢 我期待着回国的日子 爸爸的意外去世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 我匆匆回国处理 半个月也没有再上线 当我再一次联系蝴蝶女孩时 却发现已经被删除 我们的爱情就像蝴蝶一样 飞走了 我也记不得是什么时候 我就突然对蝴蝶感兴趣了 当我听到欧好房 一直戴着蝴蝶的发卡的时候 我也是紧张 我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蝴蝶了 可是你的记忆没了 你已经忘了 对不对 你只记得你喜欢蝴蝶 对 张修兄这一天的时间 极为的被动 还没有少到明确的杀人动机 我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没有打开 叫五笔田 五笔田 你生日是多少号 我的生日是一月二十六 一月二十六 二零零九 零一二六 这是一个血迹的毛发 我想离开 她真的是个疯的 她的女儿一直被打 她知道了 今天你会死 都怪你的主人 她这辈子都别想离开我 祝她生日快乐 好 我知道了 这就是她的杀鸡 就是她发现她女儿被针楼主 一直家庭暴力 今天你会死 都怪你的主人 她这辈子都别想离开我 然后我觉得她的房间 很多小的细节 会让你觉得细思极恐 那儿还有一个床 她的房间摆了一张双人床 又摆了一张单人床 就很奇怪 侦探 侦探 我现在极度怀疑 这里面有东西 来 我们接近鸡茶船仪 把这个鸡起起来 快快 看一眼 走 这像个棺材 里面有人吗 这抬开底下是空气的吗 这你这么好让人吧 这你这么好让人吧